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发了一个一等奖 没准扎哈同事当时就改喊 本来基基辛对扎哈原来的方案是很认可的 他觉得原来的方案至少很有时代特点 反映了奥运比赛的速度感 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建筑 但是方案修改之后 他觉得这个方案完喽 已经变成了一只等待日本沉默一边游走的乌龟 一个让他感到绝望的方案 但基基辛是明白人 他认为这事压根就不怪扎哈 主要责任在业主 说白了 就是业主方没把这件事想明白 才导致了建筑方案始终反令人满意 基基辛还巴拉巴拉说了很多关于奥运的一些别的建议 乱七八糟的 总之对新方案极度不满 但他明确表示为了日本的信誉 还应该继续委托扎哈来完成这次设计 他也完全相信扎哈有能力做出一个令大家满意的方案 日本政府针对新方案还搞了一次大众投票 结果当然很惨了 95%的人投反对票 说到这儿 我想起了我以前给大家讲过的两个争议性的项目 一个是国家大纪院 一个是卢浮宫博物馆 每一个都是面对了巨大的压力 一大堆人反对 但是最后只要领导够坚强 建筑终究还是能建起来的 显然这次来自日本的领导朋友们不够坚强 在坚挺了几个月之后 安倍同志跑出来宣布 之前的性态方案作废 咱们重新再来吧 说实话 这样的决定有点不着调 第一呢 一场合理合法的设计竞赛 结果你说废就废 开了一个极差的先河 以后让国际上的建筑师们怎么想 我还能不能和你好好的玩耍了 所以后来呢 当时评委会主席安腾忠雄 就觉得这件事实在是愧对渣哈 这种操作太丢人了 第二点 日本深奥用的就是渣哈的方案 OK 你现在说 哎呀 对不起 老子没钱不休了 要换方案 国际奥委会会怎么想 当年一起和你PK的那些深奥城市们又怎么想 昨天和我一块儿洞房的那个美女呢 哪去了哪去了 第三 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渣哈团队已经配合工作了两年多了 按照原来的工作计划 这工程都快开工了 现在一切推翻重来 工程不能完工怎么办 浪费的青春时光谁来捕啊 当然这个问题啊 当时没人想到还有新冠疫情的事 否则大家根本就不用纠结 总之呢 这三个现实问题前两个还好说 脸皮厚点就能搞定 在耍流氓什么的 那很容易 日本政府嘛 对这个玩意也不陌生 对吧 就是最后一点 时间问题很难办 于是时间问题就成为了最终决定新方案的核心问题 怎么办 为了节约时间 日本人想了一个办法 要求这次参加竞赛的公司不能只有设计公司来参加 你必须和建造商绑在一块儿来投标 因为这样才能够保证未来的完工时间啊 日本人的这波操作很骚啊 在我们行业内 这个就叫做设门槛 因为呢 当时能够参与日本建设的这个公司啊 其实也没有几家 毕竟这么大的工程啊 那可不是随便一家公司就能做的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对吧 你要找到建设商 设计公司 然后还要联合体 还要配合 还要完成方案 你别说外国设计师了 就是日本本国国内的这帮大师们也有点犯傻 这明显就是不带你玩嘛 果然最后公布出来的决赛方案只有两组了 一组呢 是前期参加过第一轮竞赛的伊东风雄 他牵头的一个联合体 这位呢 当然也是反对扎哈方案 反对的最凶的建设师之一了 另一组呢 是魏远武牵头的一个联合体 结果最后呢 魏远武团队 以610比602 仅仅以8分的优势 获胜 赢得了东京奥运会主场馆的设计权 获胜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这个方案做的有多好 而是施工更容易 能保证工期 不过呢 如果你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 那你就天真了 魏远武中标之后呢 扎哈能善罢干凶吗 换你你行吗 虽然小小的设计公司那肯定干不过日本政府啊 但是吐吐槽 发发牢骚 你总管不了我吧 于是扎哈发表声明说 嗯 你们日本人不地道 一方面你们自己在国外设计建造建筑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别人来你们国家是设计 你就不乐意了 你们反对我其实不就是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吗 你们都是一群伪君子 不仅如此呢 扎哈还对魏远武的方案进行了质疑 说这个方案抄袭了他们的工作成果 虽然外观不一样 但是内部的布局 交通动线 座位等等等等等等 内容都和他们之前的发案惊人的相似 撇害扎哈的抱怨就说抄袭的这件事 魏远武肯定不认 他说本来俩发案的规模要求都差不多嘛 对吧 相似在所难免 但是后来伊东风雄在一次采访当中说的比较直白 他说因为当时配合扎哈的这个建筑商呢 其实就是最后和魏远武搭档的组合的那个建筑商 同一家公司 所以呢 前面的这个设计成果拿来使用也很正常 其实啊 最后一次竞标呢 当时扎哈也宣布要联合日监来参加 只是不知道最后怎么回事啊 没有下文了 另外呢 GSC为了不让扎哈到处乱说 包括这个抄袭的事 就拿当时还欠了扎哈的一些设计尾款来进行要挟 那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闭嘴啊 你要拿钱你就闭嘴 结果没想到的是呢 扎哈真的闭嘴了 就在一年之后 扎哈在美国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 后来有人说这是给日本人给气死的 很可惜 但是不管怎么说 扎哈的遭遇告诉了我们 干建筑设计这行 你要把心脏脸得妥妥的 脸得更抗燥 那个才很重要 只是到了最后的最后 人算不如天算 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折腾了这么多 最后还是干不过小病毒 花了这么多银子赔上了细腻脸面 最后奥运会 一推再推 唯一令人感到欣慰的呢 估计是那些日本的领导们 他们肯定在想 哇 这如果真的按照扎哈的方案修了 我们不是赔的更多吗 但是 有个新的问题来了 扎哈的方案被毙 到底冤不冤呢 最后选中的这个方案 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关注点赞收藏 我就是把建筑讲成故事的强哥 咱们下期再见